课教求见 其实是 于木的脑袋搁的头 有一次 他身穿长衫腰配件 出门访友把亲头 朋友家住在百里外 要翻山越岭跨河流 他小行夜速拔路赶 见一条大河 拦路波涛滚滚翻浪头 他个几位顺路客商将船上 船夫开船荡兴舟 无一会儿小船行到河中间 喝风景一人 美不胜收 关不进的高山瀑布和峻岭 江水荡漾不见头 洪公子站起身来忙叫好 好 咚的一声宝剑脱绳叫下舟 众客商大惊失色 骑斗手 小伙子 还不下水把剑搜 谁知他不紧扑慢地开了口 放心吧 我的宝剑不会丢 这地方水深浪又大 下水捞剑有性命优 我有一个好办法 诸位客人羞发愁 说着话 掏出一把短刀拿在手 咔咔咔 在船班上刻了几道沟 众人目瞪口呆直发傻 不知他要使什么智谋 不多时 小船滑到江对岸 众人弃舟上了码头 只见他就在他刻的记号处 扑通一声跳下了舟 他在水中四处搜 摸了足有一个钟头 忽然间将水翻腾 他露出水面非常得意直晃头 佩剑果然被找到 让你们开一开眼 瞅一瞅 他两手滑水一使劲 搜 一件东西按上头 大家一看不住的乐 原来是把铁锄头 这时他心里也纳闷 我明明在船上刻下了记号 跳下舟 这件怎么就没有 若不然我在下水搜一搜 船工一旁哈哈笑 小伙子 你的箭是在核心掉下的舟 虽然你刻了记号 小船依然在行进 而舰掉的水中不能游 小舟到了河对岸 宝剑还在那里头 他听完了此话 战红脸 面红过耳之害羞 这就是刻舟求见一件事 他说明 事物美食变化不停留 ξ� Mann 天红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